大阪的新地表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一个大阪的新地标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一个大阪的新地标 就是在今年7月31号刚开幕的大阪Tite Tite它这个品牌 它是日本邮政集团旗下日本邮便局 在全日本当中大城市的车站前 所建造的一个复合型商业设施 它是结合一栋大楼叫做JT Power 在后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饭店非常高级 叫The Osaka Station Hotel 我们今天所造访的Kite 是全日本的第四个据点 继东京福岗鸣鼓之后终于落户大阪 Kite大阪以位置为核心概念 旨在打造一个让人重新发现日本魅力的场所 这里汇集了许多鲜维冷知的日本正品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视文化 共有114家店铺 值得一提的是 Kite大阪坐落于JP Tower大阪内 这里曾是1874年开业的初代大阪站的旧址 也是自1939年以来 旧大阪中央邮便局的所在地 这片土地称载着150年的历史记忆 如今这座塔楼将继续见证大阪未来的繁荣与发展 而为了延续这座城市的历史 Kite大阪的一楼特别保存 并移设了部分旧大阪中央邮便局的建筑结构 作为入口和商业设施的一部分 让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得以在现代与未来之间传承下去 就是我后面这个建筑 之前是大阪中央邮便局 它的一个外观窗户的感觉 现在邮便局已经不在了 但是它能保留这个感觉 结合变成一个商业设施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Kite的二楼 二楼这个地方我觉得是 所有设施里面最好逛的一层 因为它有卖很多除了大阪以外 日本各地的伴送礼 所以如果大家来到大阪玩 可以顺便一次环游日本各个地方 这是豆腐干 有点像牛肉干的感觉 但是用豆腐做的 腊油 这超多罐头好酷 有猪肉的 牛肉的 还有鰻鱼 骨烧的 它们的这个鮪鱼很有名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鮪鱼罐头 我们现在来到了岛根出云 这边很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酱油 这些都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酱汁 你知道神户什么东西最有名吗 他们面包烘焙这方面 神户有很多超级好吃的面包店 所以他们做这些西洋的小糕店 也非常的厉害 还有一个很有名就是神户牛肉 哇 这里一盒一盒的耶 这可以这样子买一盒 然后回去就煮刷刷锅啊 还是受洗烧 这神户牛的咖喱 200克 700多块 日本的咖喱真的很厉害 好多这种包装 看了每个都会想吃吃看 它到底实际上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又卖冷冻饰品 饺子 玉子烧 湖景的话是日本的恐龙之冰 日本当地有好多像这种地方性的工艺品 这个颜色很漂亮啊 这个颜色我蛮喜欢的 可是便当很好小的一个 这边是能登的一些伴手里 今年发生了大地震 四川县 这里还有一些个牌子 希望可以支持他们 哇这个寿司模型怎么这么大啊 这富山县 他们海湾的 用他们海湾捕获的鱼 所做出来的寿司 明眼是用富山县所做的 它后面有一个富山县当地的地图 然后你好像可以把它当作 就白寿司盘 的一个盘子 白盘 它有三种颜色 但我相信平常 应该不会有人自己在家 自己握寿司吧 有仪式感 这很可爱 中间这个 它是外面有包金箔的 好多恐龙商品 恐龙爆米花 恐龙玩偶 这个是恐龙饼干 王岛的名产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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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种的 譬如说可以喝的 或者是有做成酱汁的 烧多柠檬的东西 广岛还有很有名就是广岛烧 我们上次不是去广岛 连续三天吃广岛烧 但我真的觉得广岛烧 比大阪烧还好吃 它有柠檬的化妆品 不只吃了 像这种生活用品的也有 来到了宫崎县 宫崎县的新鲜面 好多冷冻食品 像这个是饺子 这里也有宫崎牛 跟刚刚省户卖的一样 它就是这样子一盒 柠檬的橙汁 看起来好好喝 黄黄好黄它的颜色 这里有好多酸梅 季州的酸梅也很有名 也有卖像这样子一瓶的 这个是Mekong 一瓶是1500块 然后也有幼稚枝 跟水蜜桃枝 大家可以想象 20年后的日本 贩卖机会变成什么样子 后面这一区就是 在展示未来 次世代贩卖机了 大概是怎么样的感觉 你看这里有好多不同的地方 这个蛮特别的 贩卖机在贩卖这种美容用品 以后像这种冷冻食品 都可以在自动贩卖机 买得到 其实现在就有了 像是一些和牛 或者是比较高级的牛肉 饺子 这种冷冻食品 在大阪有些贩卖机 就已经有在贩卖了 或者是一些无人商品 但这个应该也是 之后无人商店的一个概念吧 它应该是会 连接怎么样的QR Code 然后如果线上付盘的话 就可以直接买你们商店 旁边是超酷的 药膳咖喱 这个方面是有一个 这个和尚在这里面筋加持 吃了之后呢 可以改善你的健康 北海道的话 有很多像这种螃蟹的面 还有海鲜的拉面 这个包装很酷 这边海道有很多熊出沫 它竟然设计一个 有熊出沫的清晓系 它有卖很多 跟哈密花有关系的 雙起零的饮料 这是海胆啊 直接冰镇在这个地方 这看起来很好 对 对 被海道的咖喱 我看不良眼 你不觉得比起咖喱 它比较像台湾的那个控吗 有 你说这个肉对不对 对 家有这个 我们家是这个 对 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各买一个 然后把颜色还交换 哈哈 那你要交换对 它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 冲绳的饮料 也很特别 你上次从冲绳回来 你不是说他们的饮料很丰富 特别是像这种水果的饮料 对啊 因为冲绳就很多种水果 你最喜欢喝不是这个巴勒芝吗 这个巴勒芝 然后你回大阪就 马上在网络上买了一箱 对 巴勒芝送过来 因为这个一般在 除了冲绳以外地区的便利商店里面是 没有卖的 你只能扣网购 把它订过来 这是地方特色 你上次朋友来冲绳玩 买什么东西搬手里最多 我可以 吃的黑糖 你看这个冲绳的辣椒 它是真的里面上面有放辣椒 你们去冲绳都吃了怎么样的料理 你们有吃那个海葡萄吗 有啊 还有 你们有吃冲绳料理吗 没有 因为他们好像觉得还好 仓铺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 你知道什么 帆布 他们的帆布很有名 像是一些包包啊 或者是裤子 这个服饰类的东西非常多 像这个就是帆布 包包 哇 这个腐饭已经卖完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野 这里有贩卖一些兴熟的拉面 还有一些小林嘴 这上面有很多的果酱 然后我刚刚就问 Abi说这是什么果酱 他说这是洋酥 那是栗子啊 他这里右下角有写日文 如果你光靠图片的话 确实会想一下 这是草莓 蓝莓 这个是苹果 他们新味粉素好特别 还有特别卖这种容器 也可以把它装在里面 Oyaki 六个一个套组 这个是长野当地代表的一个乡土料理 看起来很像一个包子 我们现在来到鲁尔岛 这个鸡饭很酷耶 也美大岛了 它就是这样子里面有几个啊 这五个 然后它这个应该是跟着饭一起 然后加一点水 有点像茶泡饭的感觉 这里有教你怎么吃 调味料也非常多 像是米醋 还有卖这种一组的 这好可爱喔 颜色设计的很漂亮 这好像台湾一个酱油的包装 它这个茶的包装怎么做的那么香 香烟喔 像烟草的那种感觉 这哪里的水啊 寿鹤 温泉水耶 雾岛的温泉水 这里终于有卖那种 我知道可以怎么吃的 Abi说日本的东西 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 每个看起来都很精致 让人很想买 但是你就是不知道它应该要怎么吃 对啊 就是它要怎么料理 你可能要先稍微了解一下 譬如说像是这个鱼干 你觉得买这个鱼干 你可以怎么直接吃 对啊 因为它料理方式也很多 所以真的要研究一下日本的土产 你有吃过羊羹吗 它就很甜 很甜很甜 然后有点像是膏状的 那单吃的话会太腻 你也要配一点茶 这鱼很可爱 它就这样设计小小一个正方形的包装 它买很多它买几个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日本最近缺米 所以看到有米耶 赶快买赶快买 但是这个米很重耶 这样一个其实很重 如果你买好几个放在包包 因为它一个是300克 如果你买4个就3公斤 超重 我不是很喜欢吃枝豆 这个有枝豆口味的饼干 你不觉得日本很奇特吗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都可以出一个口味 就枝豆的口味而已 那你是不是很喜欢吃七味粉 七味粉不错啊 这边超多七味粉的 好多喔 可是我觉得七味粉 你光看那个外表 你是看不出来它到底好不好吃 你就真的要实际吃吃看 这个感觉很厉害耶 雷 而且它都是比较辣的这种 这不是七味粉 这是酱 酱料 它有三种 雷雷雷 我们现在来到就是五楼 五楼这里就开始有一些餐厅了 像我这边就是 黑毛和牛的刷刷锅 一个人两千七喔 一个人两千七 那不算很贵耶 这一间是寿司 回转寿司 今天厨房坏掉了 厨房坏掉 这里所有的店铺都是新开的店 来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花篮 这一间好像在别的地方也有 麦芝拿杯 鰻鱼饭 这个午餐就要七千多而已 这是浪钱 这一间是牛排馆 我们现在到了四楼看看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 看四楼的话 它比较多人在排队 五楼的话它的餐厅 总类感觉偏比较高级一点 就吃一个约会晚餐这种感觉 这一间好多人在排队 这个就是吃猪排洞 那价格都很亲民 一千块 还有便当 就是新系的猪排洞 圣洞 这里也有章鱼烧 takoyaki 十二个 八百三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排最多就是这两间 我刚想说 没有人排队 搞不好可以吃一下 它就是卖一些海鲜洞 还有一些寿司 不过他已经说 午餐卖完了 这一间是 是烧鸟串 还有一些炭烤的东西 有点像是居酒屋 好犹豫 有时候选择太多了 也不见得是一间好市 都不知道要吃哪一个 前面那里还有拉面 我发现那种价格比较亲民的 排队的人都超多 像后面这间鸡排汤 小麦的面神 全部都排队的人潮 你看后面那边有队伍 对不对 你看你后面那里也是 竹子 这个实在是 九州各地的一些菜肴 现在在准备当中 最近上次也排队很多人 他是有点西式料理 可以点一些酒啊 然后再配上一些小菜 譬如说像是一些圣火人 或者是一些牛肉片 鸡胸肉 餐酒馆的感觉 哇真的是选择障碍 我们现在在五楼 贝比已经有名单了 你要吃哪一个 我有两个名单 一个是回转肉 跟烧鸟 烧鸟 这间的特色我觉得是 它的酒类 它这里有非常多 日本酒的酒店 所以如果酒安和清酒的人 可以来尝尝看 它那个菜单 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 它没有图片 而且全部都是日文 这可能可以 来日本玩的游客 可能需要一个英文 menu 那我大概点了几个 他们的招牌 等下来看看 感觉是怎样 这边都是一个鸡串 不同部位 这个KIT也刚开幕了 所以其实还有一些店铺 它还没有开业 可能要再等几个月 甚至到明年都有 像是旁边这间 可能都会开一个 夕阳料理感觉 它的2025才会over 这个吃豆超特别的 一般吃豆都是吃这种冰镇的 它这个是用烤的 接下来还有那种烤香味 哇 这个黑黑的 什么东西 是我刚刚点的这个炭火烧 黑黑的耶 好特别喔 来吃吃看 我觉得这个味道好特别喔 不知道该说它好吃还是不好吃 嗯 有一种 很炭火 很炭火的感觉 嗯 然后肉很嫩 但是那个炭火的味道好像有点 很浓烈 就是仿佛有冬秋节的味道 好像在吃木炭的感觉 也不知道好吃还是不好吃耶 好难形容的味道啊 我刚吃第二个 我觉得 这个味道对我来讲不好吃 但是Abi觉得还可以 还行啦 就是会有一点点苦味而已 可是它那个味道好浓烈喔 在嘴巴就是 那种有点凉感的感觉 然后又有点炭的 配高丽菜是不一定的 它这个真的是 我这是烤很焦吗 还是怎么样 你看那个高丽菜旁边啊 它沾上去都黑黑的 你看高丽菜都黑黑的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焦的问题耶 所以它整个外面就是一个 有加一些炭粉 对对对对 之类的 我还是吃这个 这个感觉是特殊料理 暗黑料理 总共吃了4,040 我们刚点了这个炭火烧 就1,190了 虽然Abi觉得好吃 我是觉得还好 它其实吃起来 就有一点高级版的烤鸟串 大家有来吃过鸟桂竹吗 鸟桂竹的话就是比较低配版 一串好像大概100出头 但是这个平均一串都是快300块 高级版 开幕期间就两杯饮料免费 那我们现在来到六楼 六楼这个地方 它有星巴克 还有一些可以吃小东西的地区 最主要这个地方 它是在玩游戏 就是有夹娃娃 或是投篮机啊 或是像射飞鸟啊 那这个后面就有很大一片的游戏 比较 旁边还有好多好特别的东西 那这个应该是披萨的饼干 是不是 这个要怎么夹啊 我想夹这个 这是能量饮料 维他命C 天啊 这做也太像了吧 耐克鸡块 那我决定要来夹这个 和牛咖喱 它这是公崎牛跟神户牛 我们来玩吧 玩一次是100块 它这个夹娃娃机啊 除了投硬币之外 你还可以用这种交通卡 去吃货 像是大阪都是ECO卡嘛 玩一次100块 感应一下 好可以开始了 先左再往前嘛 那我先把它移过了 嗯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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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乖 掉下来 那边还有一个剧院可以看 今天是鬼灭之刃 能月黄炎 那个感觉好像很好喝 蜂蜜柠檬 这都是埋一些蜂蜜的东西 果汁啊 或者是一些果酱 吃一口看看好不好吃 它這個很酷耶 它這個是蜜蜂巢的蜂蜜耶 就一片在這個地方 有很甜嗎 蠻甜的 這麼甜 你來吃吃看這個蜜蜂巢的蜂蜜感覺是怎麼樣 看起來是有點硬硬的 口感是怎樣 有點硬 然後中間是比較疙的那一種 然後很好甜喔 很甜 但它要配旁邊的冰淇淋解膩 然後趕快配旁邊的冰淇淋 它這個是直接賣一片像這個蜜蜂蜜 然後自己挖嗎 應該是 然後或是它有賣相像一罐 最後我們到B1看一下 B1的話也是吃飯的地方 它是做得像一個肯定這種聚酒屋的感覺 那個用在排隊呢 前面那個飯糰 就是這個飯糰 而且它這個Menu還是大阪KETAN限定的 和牛的飯糰 這個每次來 哇排隊的人都超多 這邊還有拉麵 上次我們是想吃這個拉麵 但是感覺排隊的人是最少的 它後面這一條進去兩邊都是餐廳 我們上次就是吃這一間 這一間也是要排隊 對但是我覺得這間很好吃 真的蠻值得的 兩個人吃起來等了大概六千多塊左右 它是居酒屋的 它是一間大眾酒廠 後面的話基本上都是酒廠 這B1的話它是喝酒的元素比較多一點 是一點小東西 看你要喝洋酒 還是說你要喝啤酒 這種便都非常的多 那今天呢整個KETAN六層樓我們都逛完了 逛了超久的 我剛出來的時候發現天都黑了 已經晚上六點多 我們今天大概逛了四個小時左右 那整層樓我覺得最好逛還是二樓那個地方 雖然它沒有全部日本各地縣市的 放地板手裡都放在那裡 不過該重要的地區都有出現 所以等於算是大家如果來到大阪玩 來這裡也可以買到其他地方的伴手裡 如果下次大家來到大阪每天這個地方 其他設施逛過了 一定要來看看最新開幕的大阪KETAN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